假如有智慧型手機的玩家們 應該都有玩過《憤怒鳥》這款遊戲吧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 這款遊戲已經被我們下載超過十億次 會不會太猛啦 不過到底誰可以接下《憤怒鳥》的桂冠 成為新一屆的遊戲霸主呢 趕快看看我們的報導吧 大家能不能想像 有一款遊戲竟然能夠有累積下載 超過十億次的歷史天亮 到底是哪一款遊戲這麼夯呢 那就是芬蘭的遊戲公司 Robio 簡直靠《憤怒鳥》賺番囉 不過只靠一款遊戲打天下 還是無法滿足玩家的需要 因此他們再接再厲 要推出新作品《驚奇艾莉克斯》 要繼續敲詐玩家的腦袋與荷包 這款遊戲將以物理意志的類型為主 玩家可以利用各種機關道具 拍攝你要的關卡 當玩家啟動開關時 會產生連鎖效應 考驗玩家的智商夠不夠高喔 開關時 買到封面的前方 谢谢大家